咦 黑山羊怎麼在馬路上 迎面而來的機車他根本沒在怕 甚至還整隻站立起來 坐視攻擊 嚇得女騎士大聲尖叫 攻擊一次還不夠 這次乾脆用衝撞的 整個過程都被目擊民眾用手機拍下 我們家住這裡 這位羊 他如果起來的時候 會跑來這邊跟主人玩 看到我妹妹 女孩子看到會怕 不怕不怕 實際找到四主 他說騎士是自己的妹妹啦 黑山羊只是想要找人玩啦 事發是在新北市三隻 台二線跟田寮路上 四周相當偏僻 實際重回現場 黑山羊已經被牽回一旁的農地 被繩子牢牢綁住 四主說過去都有牽繩 但有時候因為下雨 造成土質鬆軟 或是山羊用力拉扯 他才會因此掙脫 就是有用一個鐵 你把他釘在土 他把他拖起來就掉了 這個鑽的啦 你看這個都把他鑽一個洞 我都把他釘好了 大部分當然跟他的地盤 你侵入他的地盤領域比較有關 或是說他正在發情 那或許有其他的母羊在旁邊 他當然認為你是要來跟他爭奪 這回儘管四主解釋 山羊只是想找個伴陪他玩 但是這樣跑道路中已經違反動保法 可以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 如果妨礙交通害人受傷或破壞東西 主人恐怕會觸犯傷害或毀損 家中小動物得看好 否則害自己傷荷包又吃上行責 TVBS新聞網站有新年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